放眼望去 这里原本是一处密码的住宅区 不过去年9月的一场地震引发海啸 瞬间把整个河口村吞没 从当地林长拿出的照片中 可看到整个村子在海啸前安静的生活 从空中拍摄画面 这里原本有房子 仓库还有码头 突发的海啸把这里的热闹 无散而空 地震与海啸不止摧毁了房子 也夺走了41条性命 当时安迪的三个孙子正在附近玩耍 海啸带走了三个孙子的性命 目前还有一部分村民选择住在距离重灾区100米的帐篷区 另外一部分选择住在山上 大爱新闻印尼报道 按下头挣一批 照明报道 reserve 然后保隆 安 fordi 这 OWN 就是个小车 店 不行了 到小车 许可